有沒有打疫苗 有打疫苗 有沒有慢性病 沒有啊 為什麼他連求救的機會都沒有呢 蔡總統根本勃起來了 你比普丁還不如啊 中央地方防疫是一樣爛啊 台灣僅剩的墨沙冬藥物 其實現在光是應付洗腎病患 藥已經不夠用了 缺藥現在不分南北了 那麼現況就是其實現在 有一位阿伯他跑了三四家醫院 確診了四天才終於拿到藥物 他說自己還算幸運的 台灣近四十萬人確診 平均下來每千人竟然只有六個人 他能夠拿到抗病毒的藥物 我們想請教理事長 為何我們只買五千份的墨沙冬 到底指揮中心在想什麼 我們沒有錢買嗎 那我們的特別預算 編的這些幾千億元 到底是流到哪裡去了 當然我們現在考慮這個藥物的時候 你不能夠只考慮它的量 那個量 這個藥物如果我要去買到的話 基本上還要能夠買得到 我估計這個買不到 可能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我今天要提出另外一個點 就是有關今天出現的那個老先生 跑了幾家醫院都拿不到藥 拿不到藥 他其實有試驗證他都拿不到藥 為什麼會這樣子 道理很簡單 因為他現在就是受了一個法規的限制 現在還在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 所有這個藥物在專責醫院才拿得到 所以他去關渡醫院的時候拿不到 為什麼拿不到 他不是專責醫院 所以這個東西你假如說 你只顧著把這個量給弄大 弄大也有他這個能夠拿藥的點 還是這麼幾點 老百姓壓根不知道這個事情 那這個時候的話 他還是一樣會到處封閉 所以這個兩方面都要一起並行才辦法 你想想看我們這個流感 流感的時候 客流感來的時候 客流感來的藥量也不是那麼多 可是客流感的藥量 為什麼老百姓不會有抱怨 因為他已經不在第五類法傳 他是第四類法傳 所以他沒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框架存在 他到處都可以拿得到藥 老百姓不會抱怨 你現在老百姓會抱怨就在這裡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要跟我們這個藥量 就是藥量的取得 要同時並進 才能夠讓老百姓能夠更好的一個 取藥的一個途徑 可是對民眾來說 他們也不知道哪一間是專責醫院 資訊不夠透明 還是什麼緣故 反正民眾就是覺得我們拿藥很艱辛 我們在發燒的同時 我們沒有任何人來協助我們 但此時此刻的蔡英文總統 竟然在臉書上發文表示 台灣的防疫團隊 應該算是一個最努力的團隊了 曾經是相當的好的 所以他要請所有的黨公職朋友 務必要給我們現在的整個防疫團隊 最大的支持和鼓勵 我們就很好奇了 現在到底台灣防疫哪裡好 確診三日我們是破萬 全世界第一名 快篩別人國家是免費的 我們民眾還在排隊 哪裡好我們請教惠文哥 台灣防疫哪裡好 蔡總統現在是 在哪一個平行時空 這個觀眾朋友要特別的提高警覺 絕對不要輕信 就是說很像疫情會如何如何 我們看這是昨天指揮中心公佈的 三個人在家昏迷 當天就走了 那這三個個案 大家要去警覺的是 這三個個案裡面有兩位 他已經打了三劑的疫苗 他不是沒打疫苗 這兩位他打了三劑的疫苗 然後呢 有兩位根本沒有慢性病 沒有慢性病 可是他在家裡昏迷 當天就走了 那很不幸亡顧之後去驗呢 這三個都是確診的 這個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講的 就是政府要蓋牌嘛 他不願意普篩嘛 所以你不是生前確診 你是死後才確診 剛剛王醫師提到這些藥物部分 這三個我們的老百姓 連求救的機會都沒有 他根本不知道他確診 他當天昏迷然後就走了 有沒有打疫苗 有打疫苗 有沒有慢性病 沒有啊 為什麼他連求救的機會都沒有呢 因為蔡總統他蔡政府他就不普篩 他也不封城他也不升級 他就大家自主應變 那這三位朋友就這麼無辜的就走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別的這個 提高警覺有任何 那我也沒有什麼好的方法 可能要請王醫師指教 我也不曉得怎麼辦 因為我打了三劑疫苗 我有慢性病 所以我下禮拜如果沒有來 大概就是謝謝大家照顧了 這個提到這個蔡總統 我們看這個民進黨的立委 何欣醇 他說蔡總統發脾氣 因為這是可以預見的事情 早可預見的事 然後蔡總統一聲令下 經濟部趕快去追快篩的產能 蔡總統好棒 現在便利商店才買得到快篩 不是只能在藥局買 所以你看民進黨立委是怎麼擦脂摸粉 蔡總統發脾氣 蔡總統一聲令下 可是觀眾朋友你想想看這邏輯會通嗎 因為這是早可預見的事 其他國家的歐摸恐 比我們早發生你早可預見的事情 那蔡總統怎麼沒有預見呢 你是蔡翔翔嗎 還是你是蔡路人 蔡局外人 對不對 因為大家投票是投給你 是投給你 那你有什麼資格發脾氣 我想請問蔡總統 你是要 你塞什麼生態 你沒有資格發脾氣 你應該去跟所有確診死亡的 所有在醫院門口排隊做PCR的 所有在藥局排隊買快篩的 老百姓才有資格發脾氣 你是發什麼脾氣 到底你是總統還是我是總統 你為什麼沒有早就預見呢 沒有人投票給陳時中 有誰投票給蘇貞昌 他們兩個都選不上了 是你騙到的票 你說這個是早可預見的事情 何欣純 你是挖洞給蔡總統跳嗎 早可預見 那蔡總統怎麼沒預見呢 他不是總統兼黨主席嗎 你看這個昨天 台北榮總 這很官僚的一個單位 你看 陳時中視察 這真的好大的官位 你看 這個 院長 副院長 大家一路陪結果被人家嗆 陳時中下台 叫人嗆 陳時中可能沒料到說 我要算打包市長 回頭看一眼 然後旁邊這些 趕快撐扶著他往前走 就不回了 陳時中你被嗆了 你去新莊被嗆 你去榮總也被嗆了 蔡總統你為什麼不出來呢 我跟你講蔡總統出來一樣會被嗆 就是你都躲起來嘛 蔡總統上次接受媒體的聯訪 是2020的12月20號 蔡總統根本躲起來了 你比普丁還不如 好 所以觀眾朋友 在現在防疫的關鍵的時刻 大家要警覺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你沒有辦法 因為前年你要排隊去搶口罩 你去年要排隊搶疫苗 今年要排隊搶快篩 很多人問說 請問明年要搶什麼 沒辦法 就是民進黨的執政 大家要自主應變 陳時中走到哪被嗆到哪 不過他也說 是因為大家心情不好 因為疫情低迷 所以他心情不好 所以你罵他也沒有用 他再回罵回去給你 不過我也要請教輝文哥 現在 柯文哲說 他已經不相信 每天指揮中心所公佈的數字了 他覺得這已經是黑數了 你相信嗎 還是說你覺得 現在指揮中心公佈的數字 其實也都在上演去年的校正回歸 柯文哲講的我也不相信 柯文哲講的 你看他是路人假樣 他是台北市的防疫指揮官 他有什麼資格去評論這個 那台北市有快篩嗎 台北市也沒快篩 台北市買的快篩也不夠 你有什麼資格去講中央 中央的地方 侯友宜有資格講嗎 侯友宜也是莫名其妙 中和那個小朋友在哪裡 兩歲小朋友 不是在新北市嗎 對不對 中央的地方 我沒有要幫誰講話 中央的地方 房移是一樣爛 買也買不到 新北市說 我們搶到了200萬的快篩 請問新北市有多少人 新北市有400萬人 你搶200萬快篩 你有什麼高興的 莫名其妙 那個黑數 這個主持人我給你報告 他本來就是蓋牌 我們長久 因為你不封城不蒲山 你就是蓋牌 所以之前李秉穎 這個我待會再罵他 他去年講說 我們前年有10次社區感染 那你前年怎麼都沒講 他是微酸性電子 次氯酸水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他是還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過於緊張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適用 在這個非常持習 歡迎大家來上快點購物化器 還有生成機 都給他買起來 當然在我的部分 折扣碼可以享有優惠 哇 被 被 是